1月8日 美国顶尖金融联盟PFA加州旗舰公司 在West Marina盛大开幕 PFA金融联盟2022年销售业绩突破1亿美元 是美国金融受限行业IUL销量全美第一的 National Life Group的最大代理商 PFA资深总裁张兰11年打造保险行业最大华人团队 传奇团队培养出6位百万年收入精英 和200多位6位数年收入的经历 传奇团队2022年业绩超过5000万 做到PFA公司的半壁江山 任何人在传奇团队都可以成功 当然我们这里你看到我们的创始人都是美国典型的高知 这个高背景的啊 又是博士啊硕士追顿夫妇 那我们当然吸引了很多的专业的CPA啊 500强的高管啊 工程师啊 很多这些专业的 但同时我们也吸引了很多small business owners 他们是华人在美国一个很大的一个中流砥柱 开餐厅的 开奶茶店的 开自己小的business到我们传奇团队也特别能成功 而且普普通通的新移民 母女啊 母子啊 单妻妈妈呀 他们在我们这里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功 还有大学生啊 还有老移民啊 我们甚至还有将近70岁退休的也在传奇团队也能成功 所以你问我啊 我觉得任何华人 在美国最重要就是找对平台 可以终身学习 我们有一对一的导师计划 我们有集体的培训 我们有线上 我们有线下 就你们别担心 只要你们愿意学习 We are here for you 每个人都可以成功 旗舰公司创始人PowerCorp Jason & Song都是高学历背景 Jason原是IT博士 Song是500强高管 他们2016年开始在PFA创业 有专业 有爱心 打造了一支以专业打天下的团队 也是公司业绩持续增长的团队 我们特别觉得骄傲的是 我们带出了全美各地16位经理 那他们在各地都是一员一方大将 然后他们的时候都从一颗钻到八颗钻 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业绩 那更好的是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 我们每年的业绩都是50%以上的增长 那么特别骄傲的是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整个团队的业绩达到了翻倍 double 这是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谢谢 在咱们这个华人的团体里边 我们华人都是非常勤劳 非常努力 也不但非常能挣钱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么一个理财 怎么给自己做这么一个规划 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真的这个财富的话 不但能够保持同时能增值 但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刚才跟我们的 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人寿的这么一个产品就出现了 这个带着有深潜福利的人数保险 我们就是用这个产品 用我们自己的专业度 在这个七年之间的话 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 Ethno Life Group VP Jennifer 大客户经理雷英和优米亲临现场 并做了重要演讲 华夏电台记者西可文纳士采访报道